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已经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家里,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治疗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这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我们有些慢性病啊,一些问题 背后都和一些敏感的情况是有关系的 我知道今天你会帮我介绍一个,就是关于敏感反应的同类疗法 不过我相信,今次讲敏感反应,都是一些急性出现到的敏感问题 是不是? 没错,大家相信都明白敏感 过度敏感,敏感反应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敏感反应有时候可以很严重 就是风喉、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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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温和 通常是当我们的身体,是遇到一些所谓敏感穴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有些物质是会刺激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作出反应的 通常是我们的身体有一种白血球细胞,一种肥大的细胞 会遇到这些外来的敏感穴、耳蜜,会释放一种 我叫做Histamine,或者是组织胺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正常运作 当然,这个反应可以叫做过度反应 所以有时我们可以叫做过敏过敏的 一般情况,有人决定同样的东西,不会有时的 有些人就说,免疫能力是过度活跃之下 就出现所谓过敏的反应 有些什么症状呢?通常一般的症状会有 肿、痕、红、发炎、打痴、黏膜 不断地有些分泌,或者是有风烂,或者是身体皮肤的出疹 甚至有酵喘,或者是整体性的优刻 这些我们叫做过度anaphylactic shock 这个症状就很严重了 当然,如果遇到这些优刻性的呼吸道的停顿 这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情况 是需要及时急救的处理 或者有些时候,在敏感过程里面 发现这个淋巴结架都很严重了 身体的黏膜、鼻、耳膜 那些全部都会严重了 即是差不多令你连呼吸道都会严重了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 是需要入医院急救的 这些情况之后,你未必能够处理 但当然不是说你不需要处理 如果你手头有些工具 如果是可以配合得到,当然是先用一用 是 好了,我经常说,望闻闻切 在任何医疗方面 首先是望,看真一点 看看这个是否一个呼吸道的毛病 是否有没有缺乏了 即是在意识上也有 或者是失了意识 或者是脈搏是否很快 有没有出汗也很厉害 还有那个人是否变得很青 如果这些情况之后 这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 我叫anaphylactic shock 这是很严重的反应 或者是一个很严重的敲转反应 这样的情况之后 就立刻要入医院去处理它 再看看 看看有没有是否看到 咦,很多是疯烂 或者皮肤出神 有少许发炎 或者有少许肿胀 看看有膩膜方面 是不是有没有膩膜 有些分泌呢 是否有鼻歌出现呢 如果是那时候 分泌是什么颜色呢 汁感是怎么样呢 还有病人是否在这边 拼命打字 拼命在这边 流眼水 流鼻水 即是这些要观察 观察他当时的情况 好了 还有呢 我经常问 要听病人的反应 他说些什么给你听呢 他说 如果病人跟我说 我鼻歌一直流鼻水 好像开了水喉那样流 如果听到这个 你就会想到 Alium Sipper 洋葱 洋葱这个疗膝 如果病人说 哎呀我不行了 我能不能呼气 即是 我就快要暈 这样的了 那你就想到哪个疗膝 不能呼气 即是风喉了 肿胀了 肿胀了 很大机会 你看他的喉咙 可能已经脏了 已经顶住了 那疗膝是什么呢 黄蜂 A-Persac 有些人被黄蜂针出 会肿的 是吧 还有一点 他告诉你 你看我 我整个眼皮都肿了 肿到我根本打不开眼睛 你觉得是呀 眼睛肿了 疗膝是什么 A-Persac 黄蜂的疗膝 OK 那还有 如果那个病人跟他说 哇 我这次反应呢 真是很厉害 我真的觉得 我可能就快要死 一想到死 就快要死 那这个就是 A-Cinicum 是新的疗膝 OK 那如果发现呢 就说 那病人说 你听我的水泡 哇 爆到肿痕痕 都痕到尼质大破 我根本都不能够 停不住 要帮命拔 那遇到这个情况呢 你要想到 那疗膝是水泡痕的 就是Rootstoxic Rootstoxicodendron 就是野葛这个疗膝 好了 那如果病人跟他说 其实呢 我每次吃了些 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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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蜆这类的贝壳类的食物呢 我就会出风烂了 那你马上想到 哪个疗膝呢 就是那个 Ertica Urine Ertica Urine 就是这个 发现 吃了些 和蜆壳出现的 有关 那这个呢 叫做 Stinging Nettle 是一种植物来的 沉麻这个疗膝 那我曾经跟你介绍 这个比较简单的疗剂 但是呢 是很好用的 OK 好了 详细一点 我们要 通常我们都要 因为一般的医生 都会这样 需要这个资料 那你要问什么问题呢 你问一下他 这个 你的反应是 是 如何开始的 是什么情况之下 出现的 OK 还有那个 反应是怎么样呢 是不是 透不透去反应呢 肿的反应呢 痕的反应呢 是不是 或者打车的反应呢 如果是的话 是 那个程度去到哪里 还有呢 你自己做了些什么 感觉到 有些不同的地方 那是否 痛不痛呢 是不是 还有很急的症状呢 再问一下 你身体其他部分 有没有不适的感觉 好了 有人问他 有些什么 令他会舒服点 有些人说 我冬风吹会舒服点 有些人说 热会舒服点 有些不同的 有些什么做得 令你的症状改善 或者变得差 再想一下 他那个情绪 那个精神状态 在病发之前 或者病发之后 有些什么改变 OK 还有你问他 有些什么 有没有特别东西 特别想喝 特别想吃 这样 还有是 怕冬怕热 这些基本上 就是那个 那个 很重要的治疗 好了 我和你讲一下 基本的 就是那个 关键的症状 是 如果你看到病人的症状 是被流鼻水 流到 真的流过不停的 流鼻水 流鼻水 流到眼水 那就想什么 就是洋葱 大家知道 洋葱 剥洋葱的时候 会有这个症状 那么 那么 就是 那个 那个 不是那么疼的 就是 那个 那个洋葱这个症状 是这样的 好了 如果你发现 他的症状 主要是 浮肿 面浮肿 眼窄浮肿 而浮肿的地方 好像有一种刺痛 那种感觉 还有呢 是发现 是 动肤他会舒服一点 有时候你发现 他就 拿着风扇盘 或者拿冰毛巾来搏 就是 他会觉得 冰会舒服一点 那这个是什么 是黄蜂 就是黄蜂的疗剂 好了 如果你发现 那个主要的症状 那个人 是很焦虑 很不安 腾腾震 走来走去 那你想什么呢 想到那个 Synicum 那个 身 好了 如果你发现 那个症状 通常他告诉你 他通常是 濕了 濕了 的人 或者做事辛苦了 的人很僵硬 还有呢 发现 那个 爆发的地方 有些水泡性 和症状 都很厉害 那就想到 就是 野角 如果他发现 他身体的反应 是因为吃了一些 贝壳类的食物 还有那种感觉 或者有一种 刺的感觉 或者 轻轻的感觉 这个疗剂 就是 沉麻的疗剂 通常都是这样 用几剂 可能每三剂 每两个小时 用了三剂 看看有没有反应 如果你发现 好了 你可以继续 需要时用 如果你发现 没有什么反应 我用了三剂 也没有什么反应 通常你的疗剂就不对 就可以转另一个疗剂 直到你找到一只对 你就需要时用 通常都是这样用的 不需要 当你好了之后 尤其是急症的问题 一好 你就会觉得 真的舒服了 那疗剂 也不需要 不需要 硬地加进去 这个就是 过敏的处理方法 这些就是急性的 刚才说过 如果是一个严重病 而引起过敏反应 其实就需要 找专业的同理疗剂医生 就帮你们手去处理 那些东西 那除了疗剂的时候 医生也会不会有 一些其他临床上的方法 可以帮到一些听众呢 如果他们真的有 这些过敏反应的时候呢 是的 还有些家庭可以用得到的 当然了 如果这个人有休暇 当然要躺下 保持体温 多喝点水 很多水 如果痕得很厉害呢 有时候可以浸泡肉 有些枪水浸肉 加一些一杯梳打粉 或者或者有些人 用那些 Muschino bum 即是震蜜片肉 如果发现面肿肿很严重 当然可以用冰袋敷 或者濕的东西敷一敷 也有些人吃梳打片 因为梳打片对敏感是很好的 有时候如果有梳打粉 就用梳打粉 市面其实很多的梳打粉 对很多的敏感都很有用 有时候如果有梳打粉 在厨房有的 就用一茶匙混水喝 其他方面 维他命C 最基本的东西 可以每两个小时吃 500mg 一天可以吃三次mg 一天都可以 很多很简单的东西 不用太紧张 自己先想处理一下 刚才介绍了五个疗剂 袁医生可不可以再帮我们 讲一下他们的特点 第一个是洋葱 大家都知道 当你剥洋葱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反应 就是眼水鼻水都流 通常流出来的水汪汪的嘻嘻 鼻戈是有点疼的 当然流到开了水后 基本的感觉就是这样 有时候就发现 流出来的鼻水是有点疼的 有时候你会发现 鼻孔的鼻孔的上唇 就流到红红的 这是洋葱的主要症状 但是眼都会流眼水 但是眼水又红又流眼水 但是流出来的眼水是不疼的 你记住一下 鼻孔是疼的 眼水是不疼的 OK 当然是大量薄便打痴 这是很典型的洋葱症状 好了 黄蜂 大家知道黄蜂针是肿 面都肿 尤其是眼盖都肿 肿得来 它会觉得痛 这种肆痛 但这种痛 如果它用冰 用冻冰敷它 就会舒服 OK 或者有些是幽黑性的 肿小幽黑性 都可以用的 黄蜂的人 你也看到了 黄蜂是什么呢 黄蜂是很努力的 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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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地做事的 可以这么说 黄蜂的人 都是比较活弱点 强力点 当然 如果有时候 你击他 他会烦恼的 好了 黄蜂的 壮的特点 就是他会 气 红 刺痛 以及肿胀很多 OK 所以摸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部位 是比较热的 而热得来 如果热敷是不好的 冻敷是好 记住一下 黄蜂是冻敷好的 通常都是有些风烂 形式是风烂比较多些 还有有痴 有刺 还有 就是肿胀 那病人通常 要是要冻风吹个面 要是冻水凉 就舒服些 好了 接着就是 Asenicum Elbin 身 身体的关键症状 他都会有 稀的水 气的鼻水流出来 但是 他的眼睛都会有 热热气 很多时候 很多是用在 敲转爆发 尤其是五间敲转爆发 不停止 只要敲转爆发 人会不停止 就快死了 这是一个 Asenicum 新的主要症状 所以 病化的时候 很不安 走来走去 而且很疼人 很疼人 很疼人 他人陪着他 因为很害怕 要人看着他 这样的 那种痛症 还有很特别 就是 新的Asenicum 那种痛 通常是消痛气痛的 消痛气痛 也可能 他会吃贝壳类的食物 出现风难 Asenicum 的人 不喜欢冻 怕冻 冻枯 冻枯 是很不舒服的 吃冻的食物 不喜欢吃凉 他喜欢暖敷的 暖水 浸暖水袋 这些最好 而且 Asenicum 很多时候 他会觉得口渴 但口渴得起来 他会喝东西 小口渴喝的 你给他一杯水 当然一定是暖水 他会叹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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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很不安的 那种体态 接着就是 Rootstox 野角 野角通常 有些人是 黑到野角 Poison Ivy 出现皮肤 有很多疹 通常 你会看到水爆 也很厉害 水汪汪的流下去 痕也很厉害 有时候 也是一种 风难的症状 野角的症状 野角的症状 都是很不安 多多走动 就是找不到一个舒服的 休息的状态 还有很多时候 除了皮肤爆疹 爆水泡 很多时候 他觉得关切都很僵硬 野角的人 就是不喜欢冻 冻水洗凉 冻花灑 是不好的 虽然他走得很厉害 但他越拗就越狠 这是野角 入不安的情况 最后就是 Ertical urine 沉麻 沉麻主要是对 贝壳类的海鲜 敏感 通常风难 还有他告诉你 他有一种 次次烧烧的感觉 它也是一种 风难的痕 红 肿 肿 还有你刮一刮它 就会有止痕 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 还有记住 痕得轻轻的 所以 关键的分辨 就是 可能吃贝壳类食物 虽然 还有那种感觉 痕得来 还有一种痴痴 和轻轻的痛 今天袁医生 又帮我们介绍了 一些急性的过敏反应 如何用同类疗法处理 如果大家有些听众 对于同类疗法 好像也不是太过认识 可以回到我们的网站上面 找回我们之前说过一集 叫认识同类疗法 就可以将大概的原因 或者是如何去找疗剂 如何处理 这些急性的问题的时候 可以大家清楚一些 我们经常介绍这些方法给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 在一些急性的问题上 可以提到 及早医治的方法 不要等到拖拉了之后 出现了后遗症才弄 就比较严重一点 如果是一些慢性病 而引起的反应 或者是那些毛病 就需要大家去找一个 专业的同类疗法医生 去寻求解决的办法 多谢余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余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了解 刚才我们提及的同类疗疗疗 可以来到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可以查询电话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余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御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收听